配音简直 碗路 碗路 我知道 我这不先调个导航嘛 要不然我哪知道去哪哪 那你这低头开车多不安全啊 都怪这车 连HUD台数显示都没有 那现在很多手机导航软件 都有HUD模式 打开HUD模式 放前面那个挡风玻璃那就行了 手机放那多不安全呀 有没有固定装置 它晃来晃去的 不行 不安全 你要实在不行 网上还有卖那种 HUD手机支架的 可以固定手机 诶 HUD手机支架 好用吗 你问我 也对啊 问你有啥用啊 你干嘛 拜拜 我去买一个试试 你干嘛 等会儿回来 我差无情 办法总比困难多 跟我种草不翻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静静 没错就是你们都在想的那个境界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初见开箱 HUD抬头显示一直都是 高端豪华汽车的标志 那如果您的车上已经有了这项配置 那么恭喜你 土豪 你可以划走这期视频 不用看了 好了 那现在剩下的就是想要HUD 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钱的朋友们 那现在就开始种草 网上的HUD支架 和咱们之前买过的汽车用品相比 数量不是很多 天猫上只有2516件 京东上有9500件 而且里面很多呀 都是直接把手机挡回 在挡棚玻璃前面 还说这是不挡视野的高端产品 这样的不挡视野 那挡的是啥呀 你的智商吗 猪撞树上 你撞猪上了吧 还有这个 你把这个外国大姐怎么了 这能证明什么 如果不好的话就把你的头揪下来 插到方向返向 天猫综合排序第三名 点进去看一下 妈呀 来自美国的黑科技 月销10000多台 这么厉害 天猫怎么显示才月销300多台 难道剩下的39700多台 都是线下交易吗 我们来往下看一下这个产品介绍 纳米固定技术 不用胶固定 安装非常方便 手机怎么晃的不会掉 ABS加PC彩车 妈呀 还有无线充电功能 嗯 可以可以 而且还有8种保护 就它就它 赶紧下单 快点 立刻马上 哎呀 到了 三天就到了 速度还可以啊 这个包装还是比较完整的 哎 这上面怎么有两样东西啊 HUD号码停车牌之下 还有一个 小米利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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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咋念 Are you ok 算了算了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了这就是我快递箱里面的所有东西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 这是一个发票 商家可以给你提供 个多名书 但是这点头谁还有多名书 这个是它的一个电源线 USB接口的 然后呢是这个主体 这个让我这个强迫症看了 我真的白爪挠心 上面怎么会划痕呢 虽然有个保护膜 但是看着还是不那么美观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 哎 这塑料质感哪值100多呀 这是个镜子呀 这不应该是透明的吗 不知道一会试试看吧 然后呢这是一个号码牌 拿着爱的号码牌 这个号码牌呢 可以直接吸在前面的这个铁条上面 但是呢要一个一个的撕下来 而且要一个一个的粘上去 如果你要换的话 那就更麻烦 剩下的这部分呢 是它赠送的一个小米利车充 它其实就是一个转换头 从点烟器转换到USB接口 车上没有USB的人 一样可以使用这款 顶银 顶价 地摊的HUD手机支架 那具体好不好用呢 我们还是要到车里面试一试才知道 那我们走吧 现在我们就来到车里了 我们来试一下这款HUD手机支架 到底好不好用 先把保护膜撕下来 把线两头插上 再把它直接扁到中控台上 扁扁 好了 那就安好了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线有点尴尬吗 没有给走线流出来足够的长度 然后又多了一截出来 怎么那么像气配成呢 哎好吧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它的稳定性 因为线短我们可以换 但是呢稳定性如果不好 那你就直接拜拜 再来试一下它的稳定性 我们把手机放上 因为虽然广告片里面说它是纳米固定技术 单手取放 无需粘贴 但是呢实际感受就是一层交往 好吧 我们把手机放上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稳定性到底怎么样 单手取放 好像有点困难 两只手吧 再来一次 小虎云 你是否越好多 我好 它都下来了 这手机还没下来 我就不信了 我抠下来了 看来这种单手取放 对于我这种小姑娘来说呀 还是有点够呛 背部竟然不眠 看来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胶 有点纳米技术的意思 但是你在静止情况下 沾的再稳固 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把车子开起来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模拟一下 日常遇到颠簸路段的时候 它到底稳不稳固 接下来呢 我们去过一下减速带试一试 不得不说纳米技术还真的不是改 不过就算再稳 它的HUD技术要是不好的话 这个手机支架也是白搭呀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它的HUD到底好不好用 调整到一个你自己觉得比较合适的角度 然后去看一下 还挺清楚的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反光板后面的这个道路 我不仔细去看 真的有点看不太清楚 因为它虽然有透光度 但它透光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虽然整体效果要比之前看到的那种 支起来的手机支架好一些 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暖视线的 但是作为一个HUD手机支架来说的话 它的HUD效果还是不错的 嗯 及格啦 除了HUD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无线充电功能 突然谁花一百多块钱 去买一个反光板放在这儿 但是具体充电效果怎么样 它充电快不快 手机会不会发热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试一下 那现在咱们就模拟一下 上下班通勤正常20分钟的一个时间 看看它一边导航一边充电20分钟 能够充多少电 好了 现在20分钟已经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一共充了多少电了 现在是34% 刚才是29% 5% 20分钟开着导航放了5%的电 至于发不发热 这手机背面 机器上已经可以暖手了 真的是玩呢 那它的无线充电功能 真的只能算是一个附加功能了 你要真的指着它充电 那不得等死 就像测试下来 这个HUD手机支架除了线有点短 但它的稳定性和它的HUD效果还是不错 对于无线充电功能 有足备没有强吧 我觉得整体来说 这个手机支架还是可以推荐的 等等 反正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这个纳米胶面 如果落灰了的话 会不会就不黏了 或者不太好清理 别是一次性的吧 一百多块钱呢 那么下面我们就挑战一下 它落灰之后还能不能用 好不好清理 哎呀 这样够多了吗 然后我们拿纸先擦一擦试试吧 不行啊 这纸根本擦不干净啊 加点水试试吧 用水一擦就好多了 看来用水擦完之后 这个粘性应该还是有的 我们来试一下手机还能不能沾上 这还挺黏的 还是挺好清理的 沾点水稍微擦一擦就好了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优点缺点都有 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给 有需要的小伙伴的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如果你有什么想试但不敢试的 可以在评论底下给我们留言 我们帮你试 这就是这一期的初见开箱 我是静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